宁波向山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里 一辆白色小车和一辆蓝色小车撞上了 一位女方认为她是直行的 对方是转弯的 认为是对方把她撞了 并且对方态度不好 所以她要直接报警了 交警发现 双方驾驶员身上都有明显酒气 经检测 白车驾驶员血液内酒精含量为 159毫克每百毫升 蓝车驾驶员血液内酒精含量为 170毫克每百毫升 原来当天满饭时 白车驾驶员喝了半斤左右葡萄酒 一直吃到晚上10点左右驾车回家 蓝车驾驶员当晚喝了 三两左右的白酒 在小区地下车库准备停车时 和回小区的白车发生碰撞 两名驾驶员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双双被刑事拘留7天吊销驾驶证 5年内不得拷取 3千万吶 终于烟车驶员 4千万吶